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一季的BO Show 会为大家呈现一系列的法样年华的专访 那今天我们邀请这位嘉宾 就是来自这个地方的马六甲 那马六甲就是大马有名的女儿圣地 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建筑物 还有文物之外 同时也有很多的美食 那在当地呢 就是这位男嘉宾呢 是有点小名气 没错 他就是Alvin Duan 对 我们有请他上线 你好 Alvin 哈啰 创伟 你好 大家好 好 谢谢今天给我这机会来这个 Beauty Online的平台 也谢谢你 对 好的 那我知道就是当你很年轻的时候 大概16到19岁之间 就是说呢 你的朋友就是邀请你加入他的法郎 成为这个发型师的 但是呢你第一时间 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了 那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记得当时你还是在做 这个修理车的工作 对吧 是不是说你是日后很想在这个 法拉利的总部里面当主管呢 其实不是 因为 会做到那个 是因为刚刚毕业出来 也自己没有方向 所以跟了一般好朋友 就说 不如一起去进入这个行业 所以接下来我这个朋友 就介绍我去一个头发的学验的时候呢 我第一个时间拒绝的时候 是因为学费 因为必须要给学费 不是免费的哦 那时候的我 那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家里就比较普通 所以我们也不想花那么多 我本身不想花 再花钱去学一样东西 这样子 那后来呢 你的朋友说了些什么东西之后呢 还是用什么行动来打动了你 改变了你的决定 甚至他的这个举动呢 就是改变你自己的人生哦 对 对 所以我朋友 我马上拒绝我朋友 说我朋友没有马上放弃 说真正感谢他 他就马上驾车 来到我家门口 载我出去 然后 他就问我一样东西 就问我 现在有做这个行业 是不是你真正喜欢你的行业 然后 我敬了一下 就问一下自己 其实 我不是很喜欢做那个 关于车的行业 因为那时 十多岁的我很矮小 很瘦很小 所以样样东西 其实我都没有那个力去赶 因为时常会被骂 所以我觉得 有个人 我自己都不是很适合 在这个行业了 所以我选择 那把行业还蛮不错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你那个朋友 还在做那个法郎吗 就是邀请你加入 你那个朋友还在做法郎吗 其实我当一个朋友 他不是在做这个行业 他是因为他的发型师 将来要开一个学院 所以他就问他 有没有 差不多 那个岁数的朋友 想不想学头发 所以这样子 我就进入那个行业了 我朋友没有在做这个行业 对 我知道你是非常有自信 你有提到说 如果有些客户 他们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尤其是上班族 给老板骂了一顿之后 进到你的那个法郎 你有信心就是改变他们的性情 和情绪 你怎么去做到的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习惯 因为我觉得 所谓一个法行业 其实除了我们在登顾客 感召一个 最适合他的形象之外 其实我们是一个 很好聊天的一个对象 真的吗 对 所以我们 法行业每样东西都懂一点点 包括家庭主妇的心酸 大老板的烦恼 学生的压力 对 其实我们 都有跟我们聊 所以我们都会 慢慢地跟他们聊 所以觉得 其实他们觉得 很清楚 就是来到我们法郎 也很传业 就是在店里聊的东西 就在店里就完了 就是这边讲 就这边算 对是的 所以他们也很相信我们的时候 他们也会来到法郎 聊这些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相鼓励 尤其是 最近的顾客 在做生意的朋友 最近这样子的疫情的问题 是的 有影响到大家的生意 所以其实来到这里 我们都 不相鼓励 其实会度过这个男孩 OK的 所以这边聊的 他们会觉得 啊 又换一个法行 洗个头很舒服 这样子 心情当难是会好一点的 是的 我真的能够理解的 那怎么说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我们去法郎的时候 可是可能我们不是真的 是要得到那个的服务 就是说减法或是理法吧 可能我们是想找一个地方 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找一个牵手的对象 因为毕竟我觉得 这个发型是很会聊嘛 就是烹饪啊 上文到地理都可以聊的 就是无所不能的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一个的宣泄的管道 那所以呢就是 可能你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这些的客户呢 就是舒缓我们的情绪 好的好事情一桩的 那我知道就是2013年的时候 你自己创业 那时候你花了整十万块 就是一百千马币 来搞一个的opening 搞了一个party 那你觉得花了这一笔钱 你觉得值得吗 那其实我也很好奇 那时候你应该很年轻吧 其实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我们的钱都是 那时候都是一笔钱都是论回来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 现在的话 我那个一百千我应该会 花不会花完它 就是因为现在online嘛 对 所以就是online marketing 我觉得我把一笔钱 放在我们这里 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 不过不管是怎样 其实发型师虽然现在是online了 嗯 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很需要physical touch 对 就是一场秀 这个很好的经验来的 就是我们跟一些model啊 化妆师啊 服装师啊 还有我们的团队很努力的共同 做一个 一样的一个共同点 来做好那个秀 其实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experience来的 嗯 对对 所以我到现在如果你给我选择 其实我也没有后悔啦 就花那份钱 去做一个这样子的秀 嗯 那你觉得很值得啦 你觉得很值得 还值得的 还会值得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经验嘛 对 那你搞了那场秀之后呢 是否真的是有帮助你的沙龙 有就是打响那个知名度呢 那同时这个知名度就是从你开幕 到就是那段期间可能三到六个月 甚至一年的之间呢 是否有真的维持到这个名声呢 是我们那时候做的 我们DW才开的时候 嗯 呃我们的 一切的工作都还蛮大 嗯 所以是 会是一个 talk of the town 就很多人会在讲 呃 就是店里也 呃 店里那时候开张 也比较隆重一点点 嗯 过后我们也 post了很多样东西那时候 所以呃 做的时候那个知名度 其实在做这个show 是有帮助到一点点的 嗯 是会有帮助 所以人家觉得 哎 其实这家店是突然间 哪里哪里的石头爆出来的 对 哦 OK 那就是玛丽讲嘛 刚才我提到说 这个是一个女儿顺地 那就很多的游客 那基本上来说 你的法郎的那些客户 都是以当地的居民为主呢 还是游客为主呢 呃 呃 刚刚开的时候 其实 呃 我们本地的马路加的朋友 所以我们 我们本地的马路加的朋友 都来支持 嗯 慢慢做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的知名度 慢慢再提升的时候 嗯 呃 就开始有 比较附近 例如麻波啊 东甲啊 呃 这些隔壁州的朋友 都会来到 哦 其实到现在 before lockdown 呃 呃 呃 其实我本身还蛮多 是这样的客 哦 哦 嗯 那其实在马路加啦 那我自己本身呢 就也不很清楚 这个马路加的这个状况 那在美发这个行业呢 就马路加 你觉得 他们的市场是如何呢 可以做吗 这个美发的行业在马路加 可以 呃 我不懂能不能 呃 代表其他的马路加法律师 马路加法律师 来说 呃 不过我个人觉得 因为马路加还蛮幸运 因为我们 我们不是在大城市 嗯 所以我们的顾客群 大致上都是本地 就在马路加的人 嗯 嗯 所以也不会有说 会有人少来 或者怎么样 嗯 其实我们的生力 其实也影响不大 嗯 嗯 是的 那在马路加呢 那你觉得就是 一到十分呢 你觉得你自己个人的名气 你的名气 是排第几呢 一到十分 为自己打分 哈哈哈 给自己打分 这个 好 这个 应该有六七分吧 那么少吗 应该有六七分吧 不是九分吗 不用那么谦虚哦 哈哈哈 你觉得自己为自己打分啊 对啊 嗯 因为我个人 我们的名声 其实因为我个人 在马路加 我是比较 呃 在美国行业 我是比较活跃的 所以像我们这样认识 将来胖美 所以看到我对东跑跑 西跑跑 呃之前 都花很多时间在这一方面 嗯 有时候变成 呃我们出息的东西 会比较多 嗯 所以这样子在 顾纸顾约上 就哎 蛮多人认识 我们这家华蓝 这样子 哦对 那其实呢 给自己打六七分呢 就是证明说 还有其他可以进一步的空间 因为毕竟你还是很年轻 因为毕竟你还很年轻的 因为毕竟你还很年轻的 在近这一两年 嗯 我们开始 在 touch 我们的 online marketing 所以呃 呃 他吃很多时间 因为开始 我毕竟是一个法行师 都比较艺术啦 嗯 所以你要我去接受 这些 online的东西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 嗯 慢慢就是呃 我女朋友就是 对 他在做这一块的东西 就是我们有很多争吵 对 不过做下去的时候 我发觉到 哎 其实找得好做了 哈哈哈哈 他很多帮助 所以现在我们在看这方面 是我们正在做 所以我觉得 哎 我们在 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对对 因为时代不一样嘛 就好像今天我们的采访这样 你也不需要就是从马力甲过来 我们的studio里面 我们仍然可以很顺利的 来进行我们今天这个采访的 对吧 这个现代就是网机网络的厉害 跟发达了 OK 那其实到当我收到你的稿的时候呢 我看到有两张照片 就是你的那个法郎门口 两张很艺术照片 很艺术照片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来说一说吗 也说一下当时的心情 大张照片其实是在 我的生命中里面算是 最黑暗的一次啦 最sat的一次 我们是被大龙破气 破了两次的气 那时是因为 我们内部有一些些 和股东的一些问题 所以变成 有人就是用那公司的流域去 很大的人借钱之类的东西 然后人也没有债了 过后就留下我们的店 这样子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到了我们的店被破气 我才慢慢发觉到 事情没那么简单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是还蛮崩溃的 我还记得我坐在我的店门口的 马路中间 傻眼看着我的店 其实是要怎么样 因为我第一个担心就是 我要怎么样去安抚我的家人 因为我父母亲毕竟比较辣 没有年纪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打 因为我也不知道事情的来源是怎么样 所以我的团队我应该怎么交代 我团队的家长有什么看法 顾客会怎么样 所以那时候太多问题在我的头上了 过后我到时候 我们暂时其实就是回家 拿那个提纳水 从凌晨就马到天亮了 就只有可以这样子了 那时候我发觉到过后 各天去报警之类的东西了 你们也是有采取这个行动 就是报警了 要的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事情来临是怎么样 对 我也不懂他们会再怎么样 对 我们也不清楚 因为我也没有在这方面的经验 我也不会是怎么样解决 从未事故拥有 对 是的 那其实这件事情 就是也是要告诉很多的这个 就是有梦想的法行士 当他们就是开创这个法郎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在选PAC的时候 真的要很谨慎 就是说我们要讲好像 查嘎杂这样 要知道他的那个背景 他的经济状况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跟他配合实际 这个是讲我的意见吗 应该要怎么样是不是 我个人觉得第一样就是 contract 一定要把它做好 对 所以 而且要把东西搞清楚 因为法行士 我发现到很多我们很会剪头发 而审美观很好 不过在生意方面 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对 是的 因为 我相信你 你相信我 我们不如一起搞一个 一个很梦想的法郎 这样子就这样子去开 所以contract很重要 而且 绝对是要花钱请律师 你个人一定要请你的律师 不是说我们套用一个律师 都双方面同样没有 律师要立你自己 你要先知道你是在哪个位置 不过搞清楚 Enterprise 跟Sendria Berhad 这些东西要搞得很清楚 对这个是很好的 对你来说一个很好的经验 一个成长的过程 那刚才就是听到你这样说之后呢 就也让一些法行士 如果真的是想开这个Salon的话 找Pub的时候 就应该是采取你的一些的意见 跟建议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有帮助的 那当时候你年纪那么轻 就是背负了一股债的时候 你怎么去走过来 怎么去还自己一笔钱呢 那最重要的是说 我也知道你患上的时候 患上了这个忧郁症 那你如何走过这个阴影呢 其实真的是不容易 其实是不容易 我是很幸运 就是那时候我身边的朋友 尤其是我女朋友 我的团队也没有离开 很多好朋友都来鼓励 过后每个人包括顾客 我一个顾客 我就觉得对我印象深刻 他就交往我的团队过来 他说你的老板现在 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帮他 渡过这个难关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在这里 可是我觉得 其实我蛮多的人去鼓励我 不过那时候还是靠我自己 因为我花了两年的时间 跳出这个框框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一直都很埋怨 我一直觉得 这种事情其实说真的 我们看得多听得更多 但是没有想到会发生 在这个身上 对 是的 而且这个东西是完全是 没有心理准备的状况下 除了店里被迫弃之外 走在街上 很多人都指指点点 是的 我会发觉到这样子 过后还时常会接到 一些恐吓的变化 也不知道他们怎样 哪样的变化 过后你也不懂头不懂尾 应该要负责那个人 你也找不到他 我也找不到他了 我也不懂要怎么办 过后也有一些人 就是会在后面趁我打结 突然间就 平时我是一个独来独往的 我不多话讲的在这间店 当发生事情的时候 感觉到全部人都认识我 这样子 过后就一下子来的又装修老 一下子来又问哪里哪里的店的人 来讲的一些数字 我完全都不知道 我刚刚丢过任何一样东西 过后 真的是很难过 过后生意的 我们的名誉也很大的随障 过后生意也完全跌到很厉害 那个时候的我们 一天 有一天快的生意已经算是很好 过后很 很情绪 但是我的情绪也很暴躁 然后我驾车回家 我发觉到很像这辆车 其实刚好是 在我的车尾 一下罢了 我觉得这个人在等总统 所以我就会转一个大圈回家 所以我怕他们会对我家人怎样 因为他们真的打电话过 给我来讨下 会对我的父母亲怎样怎样 会对我的女朋友怎样怎样 会对我的店里怎样怎样 尤其是我就记得他们跟我讲 你们不会给我的店里过到华人年 那个时候 所以他们就有送一些片段给我 就是他们怎样去砸烂 在天亮的时候 在下午的时候 砸烂人家的店里 过后 我警也报了 我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做 只是希望没有事情发生 那时候 对 的确听你这样说了这个故事之后 我觉得真的很不简单 那还好你身边有好多的好朋友 都在支持你 帮助你 那在这两年的期间当中 其实你之前有提到 就是患上这个忧郁症 那你自己本身 有没有去看医生去做这个治疗呢 还是如何的方式走出来呢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就需要看医生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其实是也没有什么公开 第一次 其实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 你要把自己挑出来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 我的focus是 往往就在错的地方 我把自己focus在一个 解释 交代 跟一直要给人家知道 其实我是无骨的 其实我是受害者之类的东西 一直要跟人家解释 一直在找办法 去证明给人家 知道我是没有错 这样 我觉得是没有那个必要的 现在的我 我觉得 你应该要focus 怎样把那个问题 转变是一个好事 怎样突破这个难关 其实 人家信不信你也好 人家对你怎样看的话 你越想越多 只是会越秒越黑 对 所以我觉得用时间来判断 我相信 人是有智慧的 他们会自己想 哎 那他想你 对他想你错又如何呢 对 我觉得其实 我是有那个责任法 变固好 所以 把团队固好 把我的所有东西做得更好 所以当我的想法一转变的时候 我觉得够了 不要再每次去想这些 极可怜又极可怜 极无故 我觉得是很无自然 我觉得把事情做好 你不去想 不去看 不代表事情不存在 存在的问题 所以要第一时间马上去解决 对 这个想法是非常的正面 跟积极的 那我想请问 当时候你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就是把店关掉 甚至有想过 就是转换行业的那个念头 有想过吗 其实很多朋友教我 教我那么做 其实我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选择 不是说我坚持要 把这间店起来 或者怎样 因为我欠下来的钱在泰国 不是一个普通的小数目 所以我又想过 我书又读不多 我只会做头发 那好了 我把店关掉 我出去打工 那我的工钱 足够不足够 我还这一笔债 绝对是 我觉得我很难算到足够 所以我觉得还是靠生意 慢慢的去鼓回来这些东西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想过 不要把店关掉 因为我其他团队在跟我做工的怎么办 他们会失去一个工作 对 然后我觉得我出去外面打工 也没办法 赚到的钱 再多应该我相信 不够来还自己比债 所以我还是觉得 店里其实都不错 花那么多心思 不如把店做好 我相信接下来的日子会比较好过 所以这样时候坚持下来这间店 也没有还过 对很focus 然后就是很有担当 也是很有责任感 那我觉得你员工也是非常有福气 有你这一位那么好的老板 那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 你觉得你自己有学习到什么东西呢 我把它分析下来的东西是这样子 其实 我相信很多都会有开开关关的问题 因为我发现到 其实我不会去怀疑在下 发行师的手艺跟审美化 因为每个人做得很好 但不过在生意方面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的穿着啊 我们的外观都觉得 是一个很硬很modern的一个行业来的 那不过其实在里面 当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法廊里面的 structure 的business 的 management marketing 很传统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要跳出这个广环 那时候的我是 那时候我是在 也是两三年前 在自己没有钱的状况下 还是硬硬 杀一笔钱出来丢去学习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我做的那个是对我的 是我的一个turning point 当我去学东西的时候 会觉得到 其实事情是可以做得更好 嗯 在双方面 那时候我们是在 学marketing 跟学management 所以我觉得帮助很多很多 师傅可以具体说一下 就是说你上了一些什么 课程 什么实际的行动 来提升自己呢 课程 我觉得首先 先要学的就是 你的company the culture 是很重要 所以店里的文化 是一个 所定的文化 会是怎样 所以老板的动作 跟老板的 与员 bemном的范光 方式是很重要 先认识自己先 对 才认识的团队 过后我们学 怎样去manage 因为 我发觉到 发信师很多时候都是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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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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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收下来 自己想一下 离开的烟灵在哪里 包括我们今天会是老板 我们当初也是跟人家打工的 我们也辞职才今天可以自己开自己的店 所以这样讲难道当初的我们 也是一个烧金和送老雅的人吗 还是有一个烟灵我们自己想回去 过后接下来最重要的还是市场 网络市场网络我觉得太过太过重要了 谁先做就谁先行 对对对 是的 现在是要尽快 赶上进一个步伐 赶上进一个网络网络的列车的 那如果你不做发型的话 你想转行的话 哪个行业你很想做的呢 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超喜欢小动物的 所以我的店里很像一个mini zoo 也有兔子也有猫 还有蜥蜴 直接还有鸟 在我店里是飞来飞去的 所以有来过我的店的人都很知道 如果我今天不做头发 开宠物店 应该是会开宠物店 不过我觉得开宠物店肯定是亏本 怎么说 因为我的宠物是有办法尽 不舍得卖 对 那这个是亏大本的 因为看不出 因为很多时候我在看你的法浪的时候 你就发布了很多就上课的一些照片 然后反而我没有看到你店里面的小动物 然后原来就是你那么有爱心 对 好了 好了我帮我画一个福利给你 在这你呢 你最想感谢谁呢 我最想感谢 当然是我女朋友Labi 他是在帮我太多太多 就在我最辛苦的时候 他也抛钱出来帮我 过后第二流的团队 我团队是 讲讲很支持我的 所以我觉得有他们像我第二个家庭这样子 虽然我是老板 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的照顾我多一点 当然 所以接下来真的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啦 就接下来会是你们的嘉宾 Titus Akif 然后什么的他们 因为参了他们我发觉到 我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讲我累的 因为他们现在太过情了 是的 是的 我能够理解 对 所以觉得他们是一个 你当你参到对的朋友的时候 对 他们是一个很好的motivator 对 他们会motivator你 所以你今天想睡迟一点的时候 你想到他们 你就不好意思再继续睡下去 对啊 所谓我们中国人说的 进驻者车嘛 对吧 好的 那在这里要非常感谢你 Awin就是跟我分享了那么多 你的这个创业的深 真的牙医的那个点点滴滴 很感谢你的 好各位朋友们 在这里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能够就是邀请到这个Awin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的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